一整支金木鱸魚去除內臟後 在魚身劃刀清蒸6分鐘 另一邊將檸檬汁魚露大蒜辣椒混合 做成特製醬汁淋在蒸好的魚肉上 並以香菜點綴 充滿南洋風的鱸魚定食 一人份就能吃到一整支份量十足 很驚豔的感覺 既然是整支魚 然後檸檬的酸味是有進去的 所以整個很開胃 因為我其實不敢吃辣 為了這大午可以把這整支魚都吃完 另一道辣炒打拋豬 則是店內的經典暢銷款 四雞豆丁 小番茄 辣椒一起炒香後 加入豬絞肉 大火翻炒超過12次 接著用自製手工辣醬調味 新鮮九層塔同時入鍋 秘密武器則是淋上少許紹興酒 帶著酒香的打拋豬 最上頭還有一顆半熟水波蛋 金黃蛋液倾泻而出 令人口水直流 因為我原本是不太敢吃生蛋 但是它拌下去之後 因為它打拋豬味道又夠重 所以它可以把那個生蛋黃味道 就是蓋掉一點酸酸辣辣的感覺 很特別 也很好吃 這一家泰式餐廳其實是 連鎖美式早午餐旗下的新品牌 光是2017年集團就創造出6.5億營收 這一回老闆砸下千萬元打造新餐廳 將以往吃和菜的泰國料理 改成個人份精緻定食 每份餐點都配上泰國米飯蝦球湯品 以及青木瓜沙拉 口味上也做了調整 因為其實傳統的泰國料理 它其實蠻嗆蠻辣的 可能台灣人吃飯的習慣的話 不一定它可以接受到這麼猛烈的程度 所以我們等於說有點把它 稍微有點台式化 集團幹部平均年紀只有30歲上下 包括公關主任殷婉軒也是 78年次的她手上一次掌管三個品牌 他們發揮年輕人的創意 以台灣食材入菜做出市場區隔 像是酥炸女蓄蛋 就放上紅蔥頭帶點台味 另外熱炒店常見的蔥爆牛柳 調味料則改成泰國辣椒醬 和紹興酒一同拌炒 每道料理試菜至少 二三十次才定案 它可能裡面的配料比例會不同 或者是說可能換哪一種辛香料 甚至包含它的火候可能也會有差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去嘗試的話 可以抓到一個就是我們覺得 最適合也最符合的 另外甜點方面也下足苦工 必須好喝好拍照 水果冰沙做出了雙層效果 而天冷了也可以選擇 黑糯米芋頭和椰奶 搭配而成的熱甜湯 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椰奶 所以我覺得這個吃起來 非常濃郁 像我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我就吃這個 我就覺得其實很舒服 然後又很香 新品牌慢慢建立口碑 如今最高峰 一天可以翻桌八次左右 業者第二間店選擇進駐商辦大樓 就是看中平日上班組人潮 創意加上餐點多樣化 讓業績持續成長 東森殘行我猜又打邱清輝 台北報導